慢性疾病有关系 而且肥胖甚至跟癌症都扯上了关系 肥胖也可以增加很多的死亡率 所以因此大家都很希望 这个体重能够在正常范围之内 不过但是呢 比起这种明显一看 他就是胖的人之外呢 我们还有隐形胖 什么叫隐形胖呢 肥胖还能隐形 比如说像心童 看起来不是那么胖 不过其实也够胖的 但是呢如果一测脂肪肝 就是这个外表看起来瘦瘦的 但是脂肪呢出了问题 脂肪肝这种就叫隐形胖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呢 很多 所以今天我们要请这个刘一律老师来跟大家讲 怎么解决这个隐形胖 那隐形胖都能解决 那明显胖都一定能解决 就不怕特别胖了 对讲对了讲对了 所以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内容 让心童告诉大家 同学有问题 丽人 隐形肥不处理 导致死亡超恐怖哦 好可怕哦 接着潘老师有话说 伊丽老师 瘦肉男子女是肥肉的七倍哦 哇 还有今天的健康头条中博哥 这也有关联 父母离婚 儿童容易变胖 什么 为什么呢 我们赶快请潘老师告诉你们哦 对啊 这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肥胖定为全世界最需要抵抗的一个流行病之一 那当然癌症是不遑多让啦也是需要来这个对抗的但是肥胖也是需要对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流行病相信大家如果长期收看我们健康报报啊上一回我们一个全球健康头条都讲到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事情就是说呢这个叫做腺病毒36没错跟肥胖有关系所以呢这个新童就一直讲说他的肥胖是因为腺病毒感染了大概不久了20年内都胖了 没关系 他这是要被砍脱感染 但是呢今天的这一则全球健康头条也确实让我们刷新眼睛哦就是没想到父母离婚跟这个孩童的肥胖也有关系我们来看今天的全球健康头条 根据挪威的最新研究指出夫妻离婚会使儿童肥胖的几率大增研究指出呢跟父母人维持婚姻关系的学童相比 夫妻这个夫妇离异的学童呢肥胖的几率高达了百分之五十四 而且呢父母亲离婚对男孩的体重影响比较大肥胖的几率呢高达了百分之一百零四 对女生而言则差异不大 像是呢家里头的监控比较少或适应不良造成情绪性的饮食都是体重增加的原因 建议呢在离婚之后还是要维持孩童的规律生活 像是饮食还有运动还有让他们有情绪上的修解 让离婚造成儿童健康的问题降到最低 这个北欧国家可以说是全世界这个所谓社会福利做得最好 对那么挪威政府的这个公共卫生局这个非常有趣的他去调查了 127所的小学总共3000名的三年级小学生 从他所有的这个所谓的身高体重腰围还有父母的状态等等去调查 结果赫然发现了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统计数字 说是呢如果父母离婚的话呢孩童会变得比较肥胖 而且他这个做出来是就是说肥胖的比率增加54% 但是呢对于女童来讲呢增加的幅度不大 但男童就非常大 男童是大概差不多超过一倍 所以平均起来大概是50%几大 所以其实整体来讲女生女童的这个肥胖增加的比较少 男童增加的非常的多 那这个这个原因可能是他们是认为说呢 这个如果说假者这个男孩子是跟着妈妈 因为现在目前在欧美国家大部分也都是这样 男生都不负责 都不负责 没关系我不是北欧人 哈哈哈哈哈哈 现在男孩子都不负责 嗯 甚至小孩都是交给女孩子带的 其实事实上现在在台湾我这个左龄右这也很多 都是单亲妈妈带着小孩子 那有时候这个男童跟着妈妈以后 这个男童他会觉得说 那我妈妈这么可怜 这个爸爸不负责任跑掉了 我虽然很小啊 我要扛起家庭的责任 所以这个男童他会 会自我期许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希望能够帮他妈妈能够扛起家里面的角色 所以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的压力会变得比较大 自我期许比较高 所以因此他在食量上面呢 在这个注意这个 所谓的食量控制啊等等 就做得比较差 就是会这样 那另外就是 如果说小朋友是父母双方都在关注的时候 那大家就可能比较在家吃饭的时间比较多 那在家吃饭时间比较多的话呢 他的这个体重控制就比较容易 但是如果单亲妈妈她很辛苦 她又要上班 她又要带小孩 她要家室 所以这个时候她对于小朋友的关注时间会相对低 那我们也研究过就是说呢 如果小朋友经常外食 没有在家吃饭的话 肥胖比例大幅度增加 对 因为小朋友她其实对于什么食物是好 什么食物是不好 她没有办法知道 不好加在今天我们请了台湾医院的营养师的台助啊 他今天要告诉我们什么样挑这些东西 待会你会看到其实是蛮有用的 马上进行同学有问题 潘老师我听说脂肪肝是大家都很害怕的疾病 那到底什么是脂肪肝呢 对啊 刚刚我就举例子 我说我们有叫做透明肥 这是江中博讲的 我本来是讲明显肥啦 或者是光明正大肥 没啦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台湾会讲就是很明显的啦 很明显的啦 你这个透明肥听起来还有一点咬闻觉智 不过但是看起来是学位比较高一点 我虽然是讲得比较白 但是台湾人都疼得了 对对对 看起来很明显的 比如说这个很明显的 那就知道了 所以呢 但是呢 有的人就是外表看起来呢 好像没事 对不对 可是呢 脂肪肝 脂肪肝 但是我们也有遇过呢 就是他身材非常的胖 你看到他你就觉得他是胖 结果 结果他没有脂肪肝 真的哦 对 不过这边我要说明一下 这个医学尝试啊 顺便跟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说 当一个人看起来非常胖 然后他没有脂肪肝的时候 那就表示这个人的身体其实非常好 是 可是呢 我要告诉你 他这个情况撑不久 因为一般来讲 根据医学研究显示 就是你虽然胖 但是脂肪没有脂肪肝的时候呢 这就表示你体质真的是很好 可是如果你持续这么肥胖的话呢 他终究要走向脂肪肝的结果 所以因此你可以说 一百个肥胖里面可能有二三十个人 他的这个肝脏是没有脂肪肝的 可是长期下去他就会了 可是我们却发现有肥胖 他非常多瘦的人他也有脂肪肝 瘦的 瘦的 很多的女生看起来瘦瘦小小的 好像身材很弱不禁风 其实里面都是肥油 啊 里面都是肥油 待会我们查一查就知道了 天哪 不过我们今天有一段VCR 我们先看一段VCR 或许你常听说或者是看到 明明体型就是三比八道不行的人 但是体检报告一出来 居然会有脂肪干 高血压等等的毛病 真是让人匪夷所思 而这种用体重剂 量都量不出来的肥胖 就是所谓的隐形肥 其实看在专业医师的眼里 这种情况下的健康 可真让人捏一把冷汗 从头到脚 我常常把它形容是 都每个地方都可能 隐藏着一颗定时炸弹 更可怕的是 多种这个癌症的高离弯力 包括脂癌 脂光癌 社会腺癌 大肠癌 胆囊癌 肾脏癌 膀胱癌 都比较高的这个离弯力 所以体脂肪超标 不是胖子的权利 爱美的人想要维持苗条好身材 可不要以为了 跟体重计上的数字 斤斤计较 而是要减掉过多的体脂肪 维持健康好体态 老生常谈 还是要多运动多输果 虽然别忘了拿体重计量 体重之外 也要用体脂器 实时关心自己的体脂肪 是否过高 才是健康之道 老师 隐形肥怎么那么可怕 而且 我们这节目 怎么都能够找到这些 本来想都想不到的关联 但是竟然就是有关系 跟癌症怎么会有关系 我们基本上来讲 就是希望 透过这个胃教的节目 其实我们虽然做得很轻松 很有趣 但是其实事实上 我们是很认真的 很苦苦婆一些 跟大家讲 重要的医学尝试 所以因此我们在看 一个人到底胖或不胖 有没有隐形肥 或者明显肥胖的时候 他不仅是看外表的参数 他要看很多内在的参数 那现在目前看的内在参数 今天我们简单 会介绍几个特别的参数 比如说身体质量指数 比如说腰围 比如说体脂肪率 那这个大家 如果都算出来的话 那就可以解决一些 到底是不是有隐形肥胖的人的情况 可是呢 如果你再深入去看看脂肪肝 或者颈动脉有没有狭窄 或者心脏血管有没有狭窄 那就是更进一步去看了 因为那个东西 就没有办法用数字来看了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 其实身体质量指数 大家都知道怎么算了 比如说以这个 这个心童多重 实话实说 实话实说 真的吗 实话实说 看烈人姐姐的啦 他好瘦 比如说呢 像这个潘怀中 那个这个体重是65公斤 所以这边就是65 那我的身高是172公分 所以那就这边用1.72 因为是米嘛 1.72 所以就是65除上1.72的平方 那这就会算出身体质量指数 那算出来之后 你可以看到 不论男女 如果说是在18.5以下的话 就太轻了 正常是18.5到24 那24到27呢 就是过重 27以上就是肥胖 我们有几个特别的分类 如果你到达重度肥胖 又有心脏血管疾病 糖尿病什么 那个是可能要处理 要做很大的处理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所知道的 这个参数 这个参数大家比较会用 可是实际上来讲 待会所看到的腰围 跟这个体脂率呢 你要一起加在一起看 加在一起看 才能够知道 你到底是不是肥胖 老师 那我们自己要怎么测量 到底有没有隐形肥这种东西 我想第一个就是 刚刚身体质量指数 可以算一下 我刚刚也很 小心地把怎么算 跟大家说了 那你如果算出来是 太多 数字太大 那显然就是肥胖 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腰围 很有趣的时候 我那时候当时在 大学念书的时候 我的那个 中国通识的老师 他的身材 跟姜中膜一样 看起来好像 如果你去算BMI 瘦瘦的 对 BMI算起来大概22 对我差不多 对我差不多 但是他的肚子很大 那很奇怪就是好像三个月的肚子 所以他的裤子要穿吊带裤 他就说 所以因此你单看身体质量指数 也不能够代表能够知道完全的面貌 因为腰围也要看 可是我跟你讲 如果你是BMI22的话 你腰围其实不用到90 就看起来很胖 就已经看到三个月的肚子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也不是那么准 就是说呢 你如果超过90 是肯定完蛋 但是呢 没有超过90 可是如果你这样看起来 它就是已经凸起来 像三个月怀孕的 这个太太的话 那这个也不行 老师那代表 他的脂肪都堆积在肚子 没有错 你讲对了 就是说当你的肚子 非常大的时候 跟身材不成比例的时候 那个脂肪在肝脏也堆积了很多 那个大概都会有脂肪来 是 这个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是更看不到的 就是说我们讲说体脂肪率 那么这体脂肪率呢 通常你是绝对不可能 靠自己看得到 但是怎么分辨 怎么分辨 这个肥肉跟瘦肉呢 因为体脂肪率就是 体脂肪就是肥肉嘛 那我们要的是瘦肉嘛 那刚刚刘毅丽老师还拿了牌子 讲得很很开始说 这个肥肉跟瘦肉的燃脂率差几倍 七倍 七倍 好很简单我告诉你怎么看 看好 他现在 看一下看好 他不用力 不用力的时候摸 是软的对不对 对 这个不重要 因为为什么 因为肌肉跟肥肉不用力的时候 都是软的 都是软的 好 现在来了 用力 你用力 我用力啦还是软的 还是软的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你用力之后 它还是软的 所以是肥肉吗 就叫肥肉 哦 一斤多少钱 怎么卖啊 女生通常有很多都有这样的问题 对 没有什么肌肉 所以我跟你讲 就是说大家都不要吵 说我这全身都是瘦肉 是 不用说那啦 用这个水災啦 是哦 那我今天还不好意思 就是我今天还不好 是一测它后面大腿那些肥肉 哦 因为我们 太残忍了 女生最容易累积的就是 就这里嘛 对 然后再转过来就是这里嘛 这两块大腿肉嘛 对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肚子 哦 是我看过有的人啊 他穿那个牛仔短裤 现在夏天嘛 然后那个牛仔短裤跟大腿的接缝处 就会有一块肉凸出来 对对对 所以那个是 也是吗 那那个就不好意思讲了 那个人就是我老婆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体脂率量的时候呢 其实是很有学问的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体脂的这个量测器 其实也有非常多的不同 有的是单独站在上面就可以量的 有的还要拉条线到手上来可以量的 另外有一台跟那个什么大型的摩托车一样的 这个可能台湾医院可能有 有有有 台湾医院 所以你若要量的准一点就是去挂流 挂流一里的话 然后大概可以去量的比较准一点 所以那个是比较准的 但是不论如何呢 就是说那个大概不可能 从你手上直接可以算得出来 那我这边也强烈的推荐就是说呢 一定要去用那种就是说 像摩托车非常精致的那个 量出来的是比较准确 比较准确 所以那如果出来的话 你可以看到呢 以我们现在目前 大概都差不多30回了对不对 那就可以看到呢 这个体脂率如果男生超过23 女生超过27就肥胖了 好那我们来看看王立仁的这个数字 你可以看到呢 他明明是非常瘦 他的BMI17.6啊 他在正常模特尔的规定里面 在世界赛里面 他是不能去比赛的 他不具资格的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们怕纸片人不超过18.5 不准参与比赛 所以这个立仁要吃多一点 可是问题是你可以看得到呢 他的体脂率却相对是比较高的 因为你可以看得到 他是大概22左右 22左右 但是没错 你是落在正常范围内 可是因为你的体重非常的低 那体重非常低 比例又是这样的话就表示说 因为我们的这个情况就表示说 你可能整个身体里面的这个肥肉 是比较比肌肉来得多 因为你如果肌肉多的话就很重 因为我们肌肉的重量 你像我 你一公斤的肥肉 跟一公斤的肾肉 那个体积差多少 那一公斤的肥肉可能这么多 一定比较大 那瘦肉可能这样一点点 对 所以这个体积是差蛮多的 可是重点来了 江东伯伦你的呢 你看 观众朋友我多标准 老师他遮住了 身高矮了一点 体重很标准 老师你看我病人癌症 多大人 好 然后你看腰30寸 对啊 体脂率打开 老师这准吗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制作人 你是体脂肪肌是不是坏了 待会叫刘怡里 帮你摸一摸就知道了 而且我大于30岁 我刚才有看到嘛 好像标准应该是18到 23 对 至少你一定要25以下 老师我猜我跟很多观众朋友的情况 可能差不多 我超过这样有没有很危险啊 当然就是说你这就称作为隐形肥 是 隐形肥 而且这是看不出来的 对 对 这是看不出来的 所以你其实 谁在哪里呢 你其实就 你其实就应该回到王立仁刚刚那张手板 你记不记得你那张手板写什么 什么 这个吗 下面那一张 下面那一张 隐形肥不处理 刚才有这么硬 要小心 天啊 而且这种是最红 就是你连肚子都没有 而且都看不出来 对 所以我就说 像你这种东西 一定要透过身体健康检查 对 你已经必须要做超音波 才能看得到 那个脂肪肥的情况 你下午就会看到我 对 来我们 我们 我们请那个 伊莉老师来告诉我们 怎么解决这个隐形胖 这很重要今天这个 好 隐形肥不处理 其实里面它包含了 刚刚讲的一个脂肪肥 还有内脏脂肪过多 那一定要少油少糖跟高鲜 可是感觉好像很简单 可是实际上做起来 其实是有困难 所以我们少油的部分 尤其是油脂啊 大家会觉得说 我好像也没有吃很油啊 那很多人会实施那种 比如说什么过水啊 这个部分 对 前阵子很流行 可是呢其实 与其你要过水 到不我们有一个动作 叫做去皮 就是对 把它去皮 对 你看喔 我们一般的那个 肌肉来讲的话 带皮肌肉跟去皮肌肉 它的所谓的一个脂肪跟热量 它就差了34%的一个热量 哇 所以你这样一个去皮的动作 你就少了三分之一的热量 是 对不对 然后另外呢像鸡胸肉 我们知道鸡胸肉的热量 已经很低了喔 可是大家会觉得 一些爱漂亮女生都会觉得 我顶了鸡胸肉很瘦 可是呢 如果你没有去皮的话 你相对的脂肪还是很多 那如果你去了皮的话 大概可以减少1.5汤匙的油 哇 哇 所以其实像无形之中 大家都吃鸡胸肉 可是你就比较熟 多了皮就差很多 对 那去皮皮过水来得好处理 因为你过水 你还要去找那个温水 在那边 对 然后鸡肉的话 你看大家会觉得说 我们如果要少油 是不是要选择白肉 其实白肉里面 其实它有一个诀窍 有分的喔 有很多人就讲说 有的妈妈在吃鸡肉的时候 都会觉得 我吃个鸡刺 或者是吃个鸡爪 感觉里面没有肉啦 感觉那个热量很低 可是实际上热量最高就是这两个 这不可能 而且脂肪也最多 对 鸡刺 你看鸡刺喔 那种二截刺啊 跟你肌肉来看的话 我们这样一擦下来 就接近一汤匙的油了 真的喔 真的 所以我想说今天 刘老师教这个非常重要 刘老师有话说要告诉大家 要怎么吃才不会有乙性胖喔 所以看起来这个鸡刺跟鸡爪 不要以为你没吃到东西啊 你只要吃下去不得了 全天肚子饿得要死 但是胖到不行 对 因为你肯一个三只五只 觉得没吃到东西嘛 是啊 但是肥到不行 对 刘老师再来 再来就是我们在讲的牛肉跟猪肉 一般红肉脂肪会比较高 但是你知道吗 如果真的要吃的话 像牛腩跟牛腱 它的脂肪就是天壤地别的 天差 对就是9.7克跟4克 擦了将近一汤匙的油脂 那以猪肉来讲的话 猪肉猪五花跟猪的瘦腿肉一擦下来 也是擦了将近两汤匙的油 哇 所以真的 那一般来讲人家问说 牛肉跟猪肉啊 其实如果真的要脂肪低一点的话 牛肉还是稍微低一点 哦 茄汁牛腩 你这些那种柯鱼 真的 这些东坡肉 哦 对 太好吃了 所以今天其实有一个餐点是那个 我们在建议如果你在用替换的方式 去做一个处理 比如说像我们桌上的炒饭啊 蛋炒饭下去替换的话 那我们蛋炒饭的一个热量 其实相对来讲就是高很多 所以一般来讲就是饭的 你看哦 有加油跟没有加油 就差了将近快一汤匙的油脂 那鱼煎跟清蒸的就不一样了 所以一般来讲 煎的话你就会多了将近半汤匙的油 那还有比如说有半荤树的啊 像我们一般炒那个青菜炒 比如说炒蛋是来的好一点 但是供丸是属于高脂里面的特高脂 所以它是已经是比原本的高脂 在热量更高了 对 然后一个技巧小技巧 然后把它替换成豆干相对热量就减少 所以或是用一般的像炒蛋的话 会来的好很多 那蔬菜的话尽量以凉拌为主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会发现一些看不见的油脂 都是在隐形里面 变成隐形肥了 但是讲是这样讲 你说这清蒸白昌跟这个香煎白昌 吃起来不一定是点煎的白昌 所以这我从小 从小我妈妈拜地基柱都是这个啊 是 都没有这种啊 对啊 虽然是你身材太好了 对不对 平衡接着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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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